国家图书馆 千年文明 也是国家图书馆 百年不变的情怀 这里是国家图书馆内的 善本书库 即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也很少出入这里 善本书库主要收藏 课本、写本、稿本、踏本等形式的典籍 及书画等古籍文献 这些真集是经过几代人收集整理而成 其中部分藏书 曾是私人收藏家的旧藏 寻斋藏书就曾是一位收藏家的私藏 寻斋是民国时期藏书家陈清华的私人书斋 陈清华租籍湖南齐阳 早年曾赴美国留学 后回到上海 先后就职于多家银行 三十年代开始藏书 由他收藏的宋元善本 明清抄校稿本 多达五百部 藏书数量之大 质量之高 与江南无有匹敌者 陈清华也成为民国间 两大著名藏书家之一 与天津周书涛 并称南辰北周 陈清华的寻斋藏书 最精华的藏书 分别是寻子和神策军碑 这两件真集和寻斋的其他藏书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分三批入藏国家图书馆 藏书回归的经过极为漫长 仅谈判九号时十四年 这一天 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接到通知 一批来自香港私人藏书家 陈清华的善本真集 即将入藏这里 为了迎接藏书 工作人员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将善本书库重新做了调整 不久这批善本被排入善本库中心的小书库中 从此这里增加了一个新的档案项目 寻斋藏书 寻斋藏书 他与周书涛自装颜刊 潘氏保里堂等捐赠的典藏 并列为宝中之宝 并列为宝中之善 寻斋藏书中有两件善本格外引人注意 一件是寻子二十卷 另一件为唐神策军碑碑帖 这部书是陈千华开始收书不久收到的一部书 第一它是南宋时期科的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从版面上来看字很大 过去藏书家经常追逐着字大如前 而且这个版面的墨色也很好 另外经过很多名家收藏 上面的藏印像黄斐烈的藏印 邦氏忠的藏印 过去收藏流传 传承有序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这个从艺术价值非常高 而且版面非常美观 这部寻子背后还有一件离奇的故事 它与宋朝一件震惊世人的假钞大案有关 宋朝时中国人就开始使用钞票了 当时叫惠子 指的就是宋代流通的钱钞 正如现在有非法分子印制假钞一样 在宋代也有人印制假惠子 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件假钞大案中印制假钞的人 竟然是朝廷命官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举动竟给后世留下一步珍贵的典籍 南宋初年 台州知府唐仲友指定蒋徽王定等工将十八人 刁板印制《寻子、杨子》这两本书 实际上唐仲友真正的动机不是印书 而是借印书之名印制惠子 用今天的话说唐仲友是在印假钞 不过唐仲友的轨迹很快就被当朝大臣朱熹发现 朱熹连续向朝廷递交了六份弹劾唐仲友的奏折 直至唐仲友被罢官免制 这就是历史上朱熹六坛唐仲友的真实事件 朱熹六坛唐仲友这样一个事件 也从侧面记录了宋版《寻子》刊印的经过 虽然唐仲友真正的目的是印制假钞 但是他印制的《寻子》可一点都不满糊 这批客工能够制作假钞 技术应该是相当进展的 所以刊印的《寻子》可谓是精美至极 被历代藏书人视为经典藏本 当年熟识真本收藏的陈金华 得到《寻子》二十卷如获至宝 并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寻斋》 可见此书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陈金华藏书中还有一件 颂踏神策军碑碑帖 曾被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收藏 也是无价之宝 唐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寻姓 左神策军经圣德碑 唐会长三年立于皇宫禁地 外人很少能得见 垂踏更为困难 从宋至今只传此一种 实称宋踏孤本 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同时它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真品 神策军碑由唐代大臣崔炫撰文 大书法家柳公全书写 碑文记录了唐武宗李延 寻查左神策军等事 神策军碑是柳公全晚期的代表作 书写神策军碑碑文的时候 柳公全已经66岁高龄了 这篇碑文比例其无尽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柳公全 在书法上的最高造诣 神策军碑踏本流传有序 不乏历代收藏人的提拔印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朝皇帝朱元璋 及其子晋王的印章 这个踏本从它的严格来说 就是说流传它是有序的 上面有南宋全城假字道的印章 邱鹤图书它这一本印章 然后还有就是到了宋代灭亡以后 就有元代的一个观印 就汉林国史院 有这么一个观印 这是元代的观印 完了元代灭亡以后 这部书在后头有一个金字的靶 用黄字写的字 就是说洪武 应该是洪武六年收起 就是说这时候就到了明朝的 明代的就是属于国家的了 属于国家的东西了 然后不久呢 他有朱元璋 就把它送给了他的儿子晋王 就是山西的晋王 然后这个有晋王的图书 藏书那个章 到了清代呢 然后又经过一段流传 以后来就到了陈庆华的时候 神策军碑碑帖流传有序 那么后来这一碑帖 又是怎样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呢 解放前夕 陈清华夫妇携带所收藏的古代书画 版本图籍等精良藏品 前往香港定居 1951年收藏借一条传言 惊动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夺 传言说陈清华将出售藏书 并由日本人一语收购 消息传到中南海 国家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 要不惜一切代价 购回寻宅藏书 郑振夺立即让收藏家徐伯娇 会同北图专家赵万里与陈清华恰商 经过14年的谈判 寻宅藏书分前后三批 跪入国家图书馆 第一批寻宅藏书 在1955年入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 即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藏书中包括著名的 宋代料氏世彩唐刊何东先生级 昌黎先生级 以及如北宋帝修课本 汉书一百卷 蒙古宪宗六年 北京兆岩课本 歌诗编四卷 等等大量的古籍善本 这些都是堪称国宝级的西式真品 虽然中海民共和国刚刚成立 但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 是从建国初期就开始的 到55年的时候 这批书终于谈下来 能够让它回到祖国怀抱 当时是83种 都是非常重量级的书 像我们一般熟知的 这个书科唐人集 还有像那个 料氏世彩唐课本的 韩柳集 都在这一批书里面 1965年第二批寻宅藏书回国 这批书籍中 碑帖有25种 每一件都是真品 包括宋蜀课本 唐人集 张成集文集 原课本 尔雅等 十七部善本书 还有珍贵的 宋榻 蜀石经 二体石经 东海庙残碑 佛仪教经 宋榻残至 大官替和将替 以及海内外文明的 宋榻神策军碑等 55年和65年 两批书入藏国图 所以都希望这个书 能够在入藏国图 和那两批书 做一个整体的收藏 也是圆了那个 宋科国文物史上的 一个神话 所以后来 就是拿回来以后 经过运作 包括我们刚刚去 任济余先生 曾经亲自给 那个财政库写信 希望能有专门的款项 把这批书 收到国家图书馆来 后来经过几个单位 包括加德公司 还有文物资讯中心 财政部 几家共同努力运作 然后这批书呢 整体放在国家图书馆了 一共23种 也都是非常好的书 里边是长黄皮猎拔的 不忘起教的 原来藏书界 就是有雇拔和黄教的书 它身价都要增长 一个级别的 都入藏了 第三批寻摘藏书 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 已经是2004年 陈清华之子陈国郎先生 将扇本古籍23种 画轴一件 和18枚收藏印 送回祖国 五十年 五十年沧桑 几代人心血 终于让寻摘藏书 悉数回归祖国 寻摘藏书为学术研究 文献传承 提供了宝贵的史证资料 其中大量的孤本 绝本 更具版本收藏价值 珍贵的寻摘藏书 为国家图书馆 善本书库 再添一份特色收藏 亦是中华文明 有序传承的证明 翻开百年的历史画卷 踏上千年的谈寻之旅 百年过途 古老颠藏 人魂光辉 历史重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人魂光辉